兩個跟戰爭相關的 我請教一下帥將軍 第一個就是9月17號 黎巴嫩不是發生了呼叫器爆炸嗎 然後又發生了對蔣機爆炸 到此刻為止 在大家心中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陰霾 很多西方的電子用品不敢用 那現在中東國家也是 為了安全起見 採購呼叫器等等 就要求製造地必須是中國大陸 那據說呢 在大陸深圳東莞一帶 突然之間天上掉下來 六千七百億美元的巨額訂單 都是要求一些電子配件 那這個什麼概念呢 相當於深圳最近兩年的出口總額 相當於2023年 中國全年的貿易順差 有這麼大嗎 那中東國家這次據說 也直接把台灣排除 導致台灣電子產品的業務 減少將近六成 為了安全起見 但是在這個戰爭期間 大家很難想像 你身邊的一些小小的配備 這麼重要 對應點我們來看 最近很特別 9月18號這天 中美都發布了一個訊息 稍後在帥將軍講解的同時 中間的框裡面 大家會看到 中方的新聞稿 跟美方的新聞稿 確實9月18號都要求 汽車要強制安裝 調伏AM的收音機 AM收音機就是很老式的那種 現在大家誰還會用那個 都是在手機上聽吧 YT等等 手機上有各式各樣的這種 這種聽的 Podcast的什麼之類點進去嘛 都是透過APP 但是萬一發生戰爭的時候 沒有訊號呢 所以美國眾議院批准了 每輛車的調伏廣播法案 要求新車安裝調伏收音機 中國工信部也公開徵求了意見書 未來所有新車強制安裝 那這種舊型的收音機 它的發射台覆蓋半徑超過了這100公里 中波電台的覆蓋率 距離可以達到數千公里 受到同一個災難的影響時間比較小 大家一秒鐘想到了未來存在的可能大型戰爭 從呼叫器到收音機 不只啊 還包含天后的巨變 氣象的預告 地震 海嘯 你如果說只有100公里的話 那可能來不及到達災區 或者要採取行動人的信息 尤其是戰爭的危險 所以這個能夠擴散到數千公里的調伏 是有必要 這個很特別 中美不約而同 對 因為大家都體會到現在 現在氣候的變遷 現在的戰爭的威脅越來越近 這是很現實的 所以這個問題還算是國家肯採取 補救措施的一個很好的反應 應該是不錯的 對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收音機 小的電台可能只有10公里 大一點的電台上百公里 那重要信息 100公里是不夠覆蓋的 它是要把覆蓋率加大 所以會用這樣 所以像戰爭這種大型的天災人禍 它可能就會發生救命的效果 地震 海嘯 它都要瞬間讓大家採取行動 因為採取行動一慢就不行了 另外講那個呼叫器 那個爆炸的第一天 我們就聯想到台灣這個品牌 大家都怕嘛 因為這個問題 為什麼都要中國製造呢 因為這個BB Call跟呼叫器 裝炸藥 裝信管 裝這個信息 收信息起報的這個東西 它是要經過工廠裡面在安裝的 它不可能隨便拿一個來 插進去就好 它一定是這個工廠產地 產地就出問題了 以色列如果沒有說產地的工廠 來幫它做的話 不可能引起5000多個 BB Call同時爆炸 所以這個問題產地就很重要了 我記得大家都記得 買iPhone的要買中國製造 不要買印度製造 就對你的品管有問題 這個是對你危險有問題 更嚴重 所以因為深圳這些製造廠商 不可能去危害這個 黎巴頓 以敘利亞 這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嘛 所以它絕對沒有一個廠家 到台灣來訂購 因為台灣曾經被栽贓到 那個品牌是台灣的工廠出 所以你看一個訊息 我們的商業收入就受到影響 那人民 因為這個BB Call跟這個隊長區 都是在最敏感的地方爆炸 你講電話的時候 是不是在耳邊 對 在眼睛前面 要不然別的身上在腰間 戰場上那個破片 有的時候你趴在地上 還不一定砸到你了 它都是炸可以說 我說這個關鍵的器官嘛 關鍵的器官嘛 眼睛耳朵 你眼睛就至少瞎了 要至少一大堆吧 對 對不對 你必須來不及你就瞎了嘛 所以這一次對 以色列這個手段是很綿密的 這個一炸完空軍就炸 空軍炸完呢 我告訴你 地面部隊戰爭也開始了 因為這個是 戰爭的節奏是一拍接一拍 對 時間多長了 它有恢復的能力 現在打黎巴頓是最好的時間 因為你珍珠黨的幹部都受傷 第二個你珍珠黨開會的情報 指揮官的地點 早就被莫薩德弄著 如果莫薩德不知道你開會的點 憑什麼飛彈打到剛好謀殺了這個指揮官 所以你看指揮官受影響 通信鏈受影響 重要幹部受傷 空軍炸到你片體鱗傷 他陸軍哪有不趁這個機會發動呢 所以我想很快 因為他最起碼的目標是要把 黎巴頓南邊的這幾十公里要推出去 就跟我們以前陸戰隊打仗一樣 一上岸先要推進去叫橋頭堡 他們這個叫緩衝區 什麼叫緩衝區 因為黎巴頓的火箭彈無人機 航程都不是很遠 他把你往進推進去幾十公里 你就騷擾不到以色列 除非你用伊朗給的比較射程遠一點的導彈 但是數量最多的是無人機跟這個火箭彈 而且黎巴頓的火箭彈 不像中國大陸的火箭彈 中國大陸火箭彈打400公里500公里 他們那個可能只有幾十公里 所以他一定要推一個安全的緩衝區的話 他陸軍必須要往前打 我再三跟各位講 非戰打來打去也只是破壞了建築 打死了人 少數的人 只有陸軍佔領的地區 才算是真正到手的地區 戰爭要結束也是那個時候 所以如果說只是空軍炸的話 你只有激起黎巴頓更多的仇恨值 但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至少要解決就是我緩衝區要拿到 我不受你這個騷擾跟傷害 那後面再談 所以我講第一階段的目標 BB扣炸了 空軍炸了 下一步地面推進去幾十公里 一定要做的 好 所以這個兩個戰爭當中需要的 一個是呼叫器 本來以為是救命的 結果沒想到奪走很多人民 另外一個 中美要求安裝最古老的收音機 認為在戰爭大型災難時候 可能可以救一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